大家好 欢迎收看毕个大世界 我是乐乐 我现在在扬州 打算尝一尝这边的早茶 刚才点了一份小烫干丝 一杯碧阳春 五丁包 还有豆腐包 不过感觉好像点多了 这个五丁包属于这里的特色 来晚了就吃不到了 我们呢 刚好 然后这个里面的料特别的足 有虾丁 猪肉丁 鸡丁 笋丁 然后还有海参丁 总之很补 然后这个包子为了区分 这种开口是豆腐丝馅的 然后这种闭口的是五丁馅的 跟五丁包相比 这个豆腐皮馅的包子就显得非常小清新了 它里边就除了这个豆腐皮 还有几块小的香菇碟 但就是让人吃起来很香 就味道非常新奇 这让我有一个大胆的想法 既然这种豆腐皮都能做包子 如果以后有条件的话 我觉得我要是创新做一个辣条馅的包子 应该会很受欢迎 吃饱以后呢 来杯绿阳春真的超级解腻 而且据说呢 扬州这边的早茶是唯一能和广东早茶相媲美的了 广东的早茶呢 我是没喝过 不过呀 扬州这边的早茶真的还挺不错的 也不管我大早上起来来吃它 简直就是完美 好了 本期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喜欢我的朋友欢迎点赞转发加关注 咱们下期见啦